吳家聰律師, 你好 我們收到消息 說法律資多點這個節目 播了一集就被人腰斬了 想問問你有什麼回應呢? 其實有網民說這個節目腰斬了 是因為你這個主持的無聊道 你怎麼看? 大家誤會了, 剛才我問了一個監製 他說因為隔離台, 駁公心肺 搶了很多收事 不, 但上季中正清律師 主持法律資多點的時候 都是撞正公心肺一 收事也沒有受影響, 還很好 他那個公心肺一是重播的 不是吧, 有資料顯示 你在法律界這麼多年 都是一般表現的 是呀, 還說你整天都接了 輸光了公司 其實你是不是靠關於 才能當節目主持? 是呀, 如果沒有你姐夫的話 你還不做律師? 人小聲就承認了他 來… 夠了… 你偷救我沒有? 我現在欠了這些傳媒… KC, 你這次真是吊賣我的 影響公司聲譽 又來得我被大請他們笑 說我有個廢柴的法律部主管 姐夫, 我才是最慘的 你還在罵我 比起你遇到這種情況 你也發火了 我不會, 因為我有IQ、有EQ 不像你 你和傳媒的關係搞成這樣 你結果以後還怎麼敢 要你陪我出出入入 那就是說你連最後的用途也沒有 就行了 不要炒… 最多這件事我自己弄點它吧 各位記者朋友 這裡很多人, 大家好 這位哥仔 你的鞋子是限量版的 記者就是記者, 走在潮流的尖端 其實那天真不好意思 那天我不夠睡 所以有點醋 希望大家大人有大量 不要見怪 是啊, 各位記者朋友 其實真的是一場誤會 是啊 這個時候大家還沒吃東西 不如吃點東西吧 是啊, 坐在咖啡咖啡的雞翼 很好吃的 對啊, 連蔥頭也喜歡吃的 是啊 真的要吃… 慢慢吃… 慢慢吃… 不用這樣, 吳律師 你這次騙我們來擺和頭走 你那次就出律師信過我們誹謗 還要在Facebook開帖罵我們 還要逐間逐間保館這樣踢嗎? 好啊, 你玩得那麼盡 我們就奉陪到底, 我們走 走… 走去哪裡?你不要走 究竟發生什麼事? 舅父, 你也挺臭的 你開帖罵記者嗎? 你還出律師信給七間報館? 我什麼時候罵記者? 我什麼時候出律師信? 我經常和你們一起 我電話都沒有拿出來 那不是你是誰? 是我 是你? Rachel 當然了 那些記者這麼壞的欺負你 作為你女朋友, 當然要替你出一口氣 信回去沒有? 是你擅自錄進KC的Facebook帳戶 什麼擅自? 那帖文是KC之前給我的 總之… 誰罵他, 我就要逐個留言 回覆他們, 回頭罵他們 誰記者寫過他 我就要全部發律師信告他們 看看他們還敢不敢亂來 別怕, 不用怕 他真是神經病, 朱禪 如果他再不收手的話 不僅會累死舅父 還會連累我們接龍 就是了, 他這樣做根本是火上加入 他越回覆, 網民罵得越過癮 KC這次真的多了他不少 我真的很擔心舅父 有個這麼惹火的女朋友在身邊 這個朱禪又任性 以為自己有錢大了, 就很想叫舅父 要他 有可能嗎? 不是, 如果叫舅父澄清 整件事是諸善搞出來的 那或者會平息到呢? 沒用的, 誰會相信 而且做錯事 那個男人還要推個女朋友出來 什麼差勁以前錯? 這倒是 而且Rachel怎麼差勁也好 其實她出發點都是為了KC 所以她又真的差勁不完 最差勁我們有什麼都做不了 但是這件事, 如果Rachel一天不收手 一天也難過不了 那又不用這麼悲觀 可能明天又會有另一件大事 大家轉移了視線, 那就沒事了 看就這樣看 你們幹什麼? 偷影我? 你們哪一間報館的? 立刻給我摔這首句 不可能, 這個公眾地方我有權拍照 我要你刪除了它 公眾有知情權的 大龍先生, 你別再走過來 我已經開電話了 刪除 各位, 這位是接龍集團的大龍先生 他不顧形象 在公眾的場所公然採礦 還要逼我刪除這些照片 大龍先生, 你作為今年的衛生署 衛生大事 你怎麼看自己的行為? 你怕不怕公眾說你嫁壞小孩? 你這群記者, 社會有這麼多大事 你們不去拍 專門來拍那些醜態, 我欠了你們嗎? 你繼續罵…我正在開直播 來… 開直播大了嗎? 這群垃圾, 你說 是不是我欠了你們? 說吧 坐… 坐… 別生氣… 別生氣… 先喝一口茶吧 那些壞人一定有報應的 是… 姐夫, 你當自己時運高 什麼都聽不到, 看不到就行了 是呀, 但這件事無論如何都要拆 我同意 你不可以再這樣下去了 來吧, 怎麼看? 爸爸, 不如這次就當為了公司的形象 委屈一下, 跟傳媒和好 不如我們放兩圍和投走 希望可以平失這件事 這麼久還沒到? 我們坐了多久? 一小時了, 記者還沒到? 那這群人究竟來不來? 你, 是我親自打電話去邀請他們的 那些老總答應了, 一定會到的 爸爸, 我知道為什麼記者不來了 好 你看看 爸爸, 你又出帖了, 傳媒? 神經病, 我和你都一起在這裡睡著了 我怎麼出帖? 小蓮, 你看清楚一點 偏遷字文字字朱基文筆那麼好 很明顯是出字二太的手筆 阿琴? 對呀 爸爸, 你記不記得 上次你和Auntie Melody駕胸對碼 這個博士生的文筆有多好 你也知道 這些格局真是他寫的 那倒是, 我的社交媒體文碼 都是阿琴幫我記住的 Auntie Melody不僅罵記者 她還上網反駁每一個網民的留言 她還說記者侵犯了你私隱 現在要出律師信給報館 難怪記者不來了 最難是現在這件事 封傳到各大的討論區 很多人都在罵爸爸你 情況好像比之前KC的情況更差 對了, 二太在什麼情況? 還會在什麼情況? 我怕他在外面和人吵架 就叫他上班再陪我 誰知道他把歷史房子 還搶了電腦和人不戰 二太也是這樣? 是呀, 媽媽 說是同時間和三千個不同的人 在不戰 他打字的速度快到… 煩得我, 我真的很煩 看到我要過來爸爸這邊才能做事 你說是不是死了? 他又得罪了三千個人 偏偏他為了我, 我也不能罵他 姐夫, 我有辦法阻止二太 你有辦法? 等等 第一步要斷他去網 第二步要轉延他視線 他就忘記不戰了 威哥, 為什麼突然上不了網? 姐夫, 想不到問題已經解決了 好, 先轉延視線, 再依靠你 的士, 去死吧, 好… 威哥, 為什麼上上班我上不了? 我平日不戰 怎麼會這樣?